德系车印象给人扎实稳重还有好开的感觉 而事实上他们的确是有符合到德国人讲究细节还有质感上的精神 这一点呢 开过德国车的话你就会明白了 而且德国车在照顾舒适之余 他们也是没有忘记 Drivers 的感受 所以德系车在操控还有驾驶乐趣上呢 其实也是不会差到哪去的 但是这个德国车它的售价就比较贵一点咯 But 如果我告诉你今天一台德系车 它的售价竟然比日系对手还要清明咧 咧 它是谁 它就是我家 Volkswagen 所推出的 Passat Elegance 了 Passat Elegance 现在的售价为 181856 令吉 这一个价格可说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不过我觉得重点不是它的价格而已 而是这一台德系房车在改款以后更加的有卖点 现在就让我一个一个的为大家指出来 登场 Audi 是它的哥哥 所以 Passat Elegance 也是有完灯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流水转向灯 这个价位只有它有 你打方向灯的时候它都比较帅一点 而且 Passat Elegance 它的前后灯具啊 都有这个开幕仪式在你解锁的时候会有一个很漂亮的仪式 这一方面我觉得它的逼格就接近 Mercedes-Benz 了 这个 Icule 它是使用这个 LED 的感应器啦 来侦测你的周围的环境 自行调整你的这个头灯的高度 还有照射范围 晚上行车更加的安全了 还有什么咧 讲完外面的灯 我们现在来讲里面的灯 这个 Passat Elegance 这回就导入了这个 氛围灯的设计 而且它可以自由切换三十种不同的颜色 这一方面呢 就和这个 Mercedes-Benz 还有 BMW 一样了 而且 统计也是看不到哦 还有一点统计看不到呢 就是它的这个科技感 一坐进来 你就会发现到这个 Passat Elegance 的 Dashboard 设计是 Win 了咯 它的这个质感啊 它的这个科技感啊 Fuiyoh 这个全新的夜景仪表盘呢 它是真正的 Full Digital 而且支援切换六种不同的界面 这一方面呢 我是觉得它就和这个 C-Class 还有 3C 是差不多了 另外呢 旁边的这个 全新的 Discovery Pro 仓机呢 它这回啊 还支援手势操作 它还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 无线的 Apple CarPlay 没有错 它是 Wireless 的 所以你不用这个 烦那个 cable 像前女友这样缠着你了啦 你可以同时使用这个 Wireless Apple CarPlay 然后再使用 cable 为你的这个手机充电 更加的方便 在内装部分啊 我是觉得这个 Passat Elegance 并没有输给这个 C-Class 还有 3 Series 太多 以往的德系车都是给人好看好开的感觉 但是呢可能就有一些长辈啊 还是女性会觉得德系车比较不好做 但是我觉得这辆 Passat Elegance 啊 原厂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它在给你性能的同时呢 它又兼顾到这个舒适性 并不会像以前的 Passat 那样太过 Sport 简单来讲就是比较舒服了一点啊 这个 Passat Elegance 它的座椅设计非常的舒服 而且支撑性十足 而且这一回呢原厂还在这个底盘和悬吊的调校上啊 比较偏向舒适性一点 所以开着这台车你会觉得它很有力的同时又很舒服 完全是符合了我国消费者对于这个 D-Segment 仿车的期待 重点是你不要以为这样的设定啊 就会牺牲掉它的操控 其实这台车开起来还是有这个 MQB 精准 以及回馈感十足的这个 feedback 它还是可以给到你信心十足的一个感受的 这一点我是觉得它并没有辜负掉 德系车的这个身份 如果你以为 Passat Elegance 卖的只是这些 features 那你就错了 它所搭载的这一具 2.0 TSI 涡轮载引擎 可以产生 190 PS 的最大能力 峰值扭率只是高达 320 Nm 这个 Torque 加上全新的 7 速 DH44 双离合变速箱 搭配之下给你的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加速感 在性能方面我觉得以同级来讲 它算是最有运动感的那一位了 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我跟你讲 还有卖点 那就是你现在买这个 Volkswagen 的新车 除了可以享有政府的税务界面的优惠以外 Volkswagen Malaysia 还在自己的官网上设立了 e-showroom 电子展示厅 同时也在 Lazada 还有 Shopee 上开设了网店 现在你只需要在这些网络平台上 购买 Volkswagen 的新车 你还可以享有额外的 Rebate 额外的 Discount 是不是一定要买? 其实这个网上买 Volkswagen 新车的方式很简单 你只需要选择你要的这个车款 然后输入他们所需要的这些 Information 按 Submit 了过后 Volkswagen 就会派专人联络你 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哇 来来先喝一口水 我跟你讲哦 这个网上订购行车不是很方便 而且现在 Volkswagen Malaysia 还推出了 Home Delivery Service 意思就是讲啊 你订购了这个新车 你还可以选择要把这个新车送到你家 你的女朋友家 你的男朋友家 或者是我叫王阿姨送到我家 全部都是这样啦 那只要这个地点啊 是在展示厅20公里范围以内呢 Volkswagen 他们都可以免费把这个新车送到你家 你根本就不需要出门 Free Delivery OK so 那天我已经订了那个车啦 然后用了他们这个 Home Delivery Service so 诶 诶 我的新车就送到我这个指定的地方了哦 喝一下车都有新车哪 不错啊 诶 诶 我还没有讲完 不要按掉先 还有就是这个 Volkswagen Malaysia 他们最近又推出了 Online Service Booking 的服务 如果你是 Volkswagen 车主的话 你想要把车子送去给他们保养啦 不会有麻烦 拿出你的电话 直接进入他们的官网 然后填写你的这个个人资料 以及车款 按下 Submit button 过后他们又会有专人联络你 跟你预约时间 是不是很简单诶 诶 OK 所以就到我把车送来保养的时候了 那我发现呢 这个 Volkswagen Service Center 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还是有做主这个 SOP 的 就是在门口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注册 量体温 然后洗手 所以 要把车子送来保养的 Volkswagen 车主们 你们不用担心 然后我发现了 这个 Service Center 其实还蛮不错的耶 空间宽大 然后有沙发 有电脑可以用 那边又有一个咖啡座 可以给你喝咖啡 吃早餐的 他们还有一个最新的服务 被称为 Five Star Service Check 什么来的咧 现在我就直接带一个专人来为大家解释 什么是 Five Star Service Check So 你好 Dason 你好 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吗 什么是这个 Five Star OK Five Star 基本上呢 你先车来 我们可以查你的 Tarturn OK 然后你的Tarting 你的Wiper 你的Bread Pad 跟你的Tier 就是这个五个 Five Star OK 所以基本上是你们 Volkswagen 一个新服务啦 就是帮车主检查 一圈一圈这样子 对对对 看你的车有什么问题啊 对啦 你知道也是给你了解一下 你Tier 到底是什么时候应该要换 嗯 不错不错 嗯 调度完了 嗯 对就是然后我就会 看你的灯 嗯哼 抹发没有问题啦 嗯 OK OK 所以打进一条线 一条线 嗯 OK 手发没有啦 这边有创到石头 嗯 OK 哦 还有一丝Wiper 对 OK吗 嗯 没有问题 Wiper还没 嗯 对 嗯 诶 Diolation 好 刚刚就是这个这个尺寸咯 嗯嗯 OK 所以给我看你的大镜 大镜刚刚你知道了咯 有那个 有那个 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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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你的cooler 绝点不够啦 嗯 OK 没有cooler很低哦 对 OK 然后 OK OK 没问题 就是cooler了啦 嗯 OK 基本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啦 你的车 嗯 来给我check你的后面了 嗯 所以你的Dialog也是在这边咯 嗯 没有问题啦 嗯 OK 就是这样嘛啦 还有什么疑问吗 嗯 没有 但是这样是这样啦 不需要换什么东西啊 不需要换什么东西很好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5 Star Service Check 所会提供的检查还有服务啦 我个人是觉得相当很不错 因为 这些东西我们平时都会注意到 重点还是哦 这个Vox 一个马来西亚 还为这个5 Star Service Check 推出了额外的折扣 也就是这样 如果有需要更换任何零件的话呢 它可以给你discount 那在这里我就列出这个列表啦 这些零件都会有这些折扣 是不是很不错咧 Jason 欸 Jason 呢 又是我一个人啊 唉 but anyway 你在这个时候把车子送到服务中心 你可能就会担心 可能会接触到病菌啊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或者是老人的话 这点就比较值得担心一点 不过 没关系 Vox 一个马来西亚呢 在这个时候啊 就为大家推出了 Deep Sanitizing 的服务 也就是深度消毒的一个服务啦 收费大概是在80到150之间 是车型的大小而定 这个服务我能够消除高达 99.9% 的细菌和病菌 所以如果你家里是有小孩子啊 还是有老人家担心 接触到病菌细菌的话 这个服务蛮值得考虑咯 是不是很心动咧 心动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去他们的这个 e-showroom 订购 Volkswagen 的新车 因为这个e-showroom 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优惠 能够节省更多 当然 在订购新车之余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做video很累的咧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影片的内容 喜欢这些影片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刚才我说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